我和龙哥对望一眼 都觉得此事很是费解 龙哥大声嚎叫道 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本事出来 让小爷见见 别藏了 咱们大战三百回合 卢尾丛理又是一声叹气 这回我们看得清楚 里面真是空的 根本不可能有人 我还开了天眼 这卢尾丛理别说是人 连鬼影子都没了 可那说话的声音 又是从哪里来的 没人能猜到 那声音说 你们两个小娃娃不听话 就凭着一股狠劲做事 哪里有不栽根头的道理 你们回头看看 河面上的独木桥 就全明白了 我急忙扭头看去 却看到我们来时的河面上 竟然是空荡荡的 别说独木桥了 鬼影子都没看到 我和龙哥都吓懵了 龙哥朝鲁尾丛理怒吼道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们是从独木桥上过来的 这一点错没有 你有什么妖术 把独木桥给藏起来了 那声音只是叹气说 哎 你亲眼看到的 亲耳听到的 甚至双手触摸到的 心里想念的 头脑里思索的东西 是否全是如你预期的 一样真实 我看未必吧 如果事事都不是这样 你又凭什么肯定 你看到的摸到的独木桥 它真就是一家独木桥 龙哥听得莫名其妙 不禁骂他 你他妈到底想说什么 能用人话说清楚吗 小爷输读得少 你可别骗我 鲁尾丛理的人道 你们再想想 你们找到破庙的时候 是不是路过此地 当时河道经过的方向 是不是流到了这里 经那怪人一点不 我急目死亡 看对面的山巒起伏 我的确是有些印象 我再看我们来时的方向 心里突然一沉 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这个地方我记得 我们来的时候 我印象里 河道并没有流过此地 更别说河面上 有家独木桥 刚才我们急着追踪 家境地的今生 没有来得及看周围的环境 现在想来就起了一身的冷汗 我知道这里情况很不对劲 我们招了道 龙哥沉声道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咱们无恶无仇的 你干嘛要算计我们 陆尾从里的人说 不是我算计你们 我劝过你们了 不要过来 回头试案 可惜你们太过执着 老朽 老朽我爱莫能助啊 听他说话的语气 还是个老头 我心想 这老头藏身在这 以我的天眼都看不见他 此人定有蹊跷 龙哥想往 卢尾从里打扶 被我一把拦住 此人既然是高人 我们连看都看不见他 又怎么能镇住他 不如吃食物 先跟他探探底细再说 我朝卢尾从里拱拱手 说道 前辈 我们后生晚辈不懂规矩 得罪了您老 错把好心当做驴肝肺 还望前辈见谅 不知眼前这局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请您老 给我们后生开解 卢尾从里的人 又叹了口气 说道 唉 要说前辈 我还真就是你们的前辈 不是我老前辈 存心装神弄鬼捉弄你们 只是我的身 早在破庙坍塌的时候 就让人给废了 我现在 只剩下一口生气 所以 无形无相 任谁都看不见我了 他这话一说 我就呆住了 想起破庙他的时候 正殿前的老道士胸口 让家境地的红舌头 撕开的怪事 心里就明白过 原来这 卢尾从里的怪人 真就是破庙里的老道士了 我还真没见过这种骑士 便问他说 这么说 破庙没破之前 你就是庙里的神仙了 卢尾从里的怪人说 我哪里是什么神仙 我也就是成了气候的仙 在这破庙里吃乡民乡火 五百多年前 偶遇家境皇帝 见他一身煞气极重 便不自量力地想开解他 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却不想从此惹下大祸 怪人都以为是我老道 收了家境皇帝 却不知道 家境地死在这破庙里 是他刻意为之 他已经修德大道 知道自己大县将至 却无巧不巧地 选了此地 就是看中了这个庙县 我虽是药仙 却一生积德行善 吃人间香火 也反补赠我香火的百姓 所以修得了正道 家境皇帝的阴谋 就是从我的正道开始的 因为药仙里 还真没什么东西 能修上正道 我的一生道行 能护住家境皇帝的 一身元气 所以那个鲁门船人 以鲁门树树 重造了家境地的金身 这金身就有了 家境地的真元之气 他吃了那么多 阴气集中的鬼魂 就是在养真元 我听得一愣一愣 龙哥说 这么说 这河道变迁 河面上的独木桥 都是家境地的金身社的局了 老道士答应了 龙哥说 没了桥 我们还能游过去 这水又不深 我马小龙长江都下过 还怕这条小河不成 老道士却冷笑道 你试试 我随手捡起了一根粗大的木棒 扔进河里 水面掀起了浪花 我顶经一看 就看到水下都是白森森的人骨 说来也奇怪 那木棒本来极青 应该漂浮在水面上才是 这一扔 却就被河水吞没下去了 老道士说 你这样跳下去 就跟河里的白骨一个下场 河里不过多出几道白骨罢了 我心里无比好奇 家境地不过是一个昏君 怎么会有这种道行 能布出如此奇特的大阵出来了 甚至能改变河道 移动山川 真就有鬼神莫测的本身 老道士叹气说 你以为他身边跟的那个廖家后人 是大明一等一的风水师 大错特错 他不过是个皇子 你们现在遇到的难题怪事 都是五百多年前 家境皇帝给你们布下的 廖民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 家境皇帝今生已成 这人间就要祸成地狱了 唉 我和龙哥全都呆了 这下错不了了 我确信是遇到高人了 翻身就拜 朝鲁尾丛领连败了三败 求老道士给我们纸条明路 那老道士说 你们两个后生晚辈 年纪轻轻就有这一身道行 也不容易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们就这么死了 可这家境地布下的棋局 也非一般阵法 要破这棋阵 你们还是要做好脱层皮的打算呢 我和龙哥都答应着 说您老只管指点 只要能活下去 无论前路多么艰险 我们一定 竭尽所能地走下去 老道士沉吟半上 说就在破庙坍塌的时候 家境地的金身 终于炼成了 他吸干他最后一丝元气 破了他的道身 让他一身道行 敬毁 否则以他一身修为 也不至于全然帮不上我们的忙 我们这才知道 老道士在家境地布下的棋局面前 也是一筹莫展 就傻了眼 心想这下完蛋了 真要被一个死了五百多年的昏君给弄死不成 龙哥说 杨小天 你不是号称风水天下第一杨文传人吗 一个死人摆的局 你都搞不定 你混个屁啊 快给我想出破局的法子 你龙哥相信你的好本事 我瞪了他一眼 这家境地摆出来的棋局相当奇特 以我现在的修为 甚至看不出丝毫一离 看不出门道又怎么能破他的局呢 我就犯了难了 老道士说道 要走出这座棋局啊 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你俩只需要朝这西南方向走 跟着自己的心走 千万不能乱了心志 就能找到出路 否则就只能葬身在这棋局里了 我朝西南方向望过去 就看到远处是茫茫无边际的山栏 守殿光下的群山是畸形的 我只能看到山之一鱼 都是萧瑟的枯树 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 我很奇怪 心想 这么走下去 前路茫茫 怎么才算走出家境地的奇镇 我再问老道士 卢尾从里就静悄悄的 再没半点声息 龙哥说 他该说的都说了 八成是一口气散了 咱们还是听天由命吧 反正小命一条 就这么捏在手里 这掉了就掉了吧 过河我们是不用想了 便只能朝西南方向走过去 西南方群山起伏 一场雨过后 又有大半个毛月亮 从云层里挣扎出来 为整个山巒投下了一团 相当模糊的轮廓 群山姿态各异 如龙似马 看着颇为惊悚 我们刚才的位置 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 往西南方向走 就要上山 前面是座山头 山头上怪石林寻 树木稀稀拉拉的立在那里 满地都是荒草 看着颇有些伤风悲秋的感觉 想到前路漫漫 我心里就有些凄凉 我俩边爬山边说话 龙哥东张西望的说 不对劲啊 咱们都爬了好一会儿了 这山是山水是水的 根本就没什么怪事 难道是那老道士 耍咱玩不成 我也觉得奇怪 好在这些日子来 我按我爷爷的叮嘱 已经学会了 平心静气的法门 遇事不再慌张 就劝龙哥别急 再往前找找看 说不定就会遇到什么怪事 你还担心自己太安全了不成 龙哥想想也是 就闷头走路 不再说话 我俩上了对面的山头 便朝前方山下 这一看之下 就呆住了 我见龙哥停了下来 也抬眼朝前看过去 就看到远处竟然有座 灯火阑珊的夜市 跟赶急似的 这一发现 把我也吓坏了 龙哥难难道 哎 这大山里 钱不招村 耗不招殿的 哪来着这么大的夜市 你一准有问题 八城这儿啊 就是家境地 布下的陷阱了 我心里也狐疑不定 那灯火耀眼的夜市 距离我们并不近 怎么都有半里地 要不是城里的灯火太亮 以我们现在的目的 根本看不清楚 我依稀还能看到 满城灯火下面 有人在里面走来走去 这情景在这深山雨夜里 显得格外的诡异离奇 就算我见过不少大场面 心里还是一阵发寒 头顶上的毛月亮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悄悄被云层 遮盖了大半 只剩下更为微弱的 模糊的光芒 周围群山只有山影 难见其形 那夜市 掩映在无数黑影当中 就格外引人注目 我只觉得 里面每一盏灯火 都变得相当吓人 群山的轮廓 掩映着灯火阑珊的夜市 以我们现在的距离来看 根本不可能听见夜市里的声音 可我却似乎能听到里面 嘈杂的车马声 一派人声鼎飞的样子 龙哥也呆住了 冲我说 哎 咱不会撞鬼了吧 我被龙哥气乐 骂他 你他妈马小龙 就是正轨出身的 你还怕鬼 龙哥信心说 我就觉得害怕 虽说我不怕鬼 可我就是觉得怕 我一害怕 又找不到形容词 就只能这么说了 我被龙哥搞得哭笑不得 龙哥问我说 是绕道过去 还是过去看看 老道是让我们 跟着新的方向走 按我的意思来猜 就是我想去哪 就去哪 只要朝着西南方走 不乱了心智 就能找到出路 既然按照心理想的来 我还真就想过去看看 便对龙哥说 哎 过去看看再说 有问题 咱们就不进城了 再绕道去别的地方 龙哥答应着 我俩就这么下了山 一路又翻过几座大山 才真正靠近 那座荒山野岭里的城市 说实话 越靠近那城市 我就越觉得 他相当真实 这回我们真就听到了 嘈杂的声音 像是逢年过节 乡民感激似的 街道上九旗 来往的平民百姓 甚至沿街叫卖的商贩 都栩栩如生 他们一身打扮 都是古代装扮 我的历史知识有限 不能确定 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 看他们的衣着 不是宋朝就是明朝 因为元清的服饰啊 太有民族特色 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俩翻过最后一座山头 山脚下 就是那灯火辉煌的古城了 一条河流 穿过整座城市 沿着山市迂回流动 经过山脚下 我心里发疏啊 因为我们刚才上山的时候 真就在山脚下 遇到过这条河 我们还涉水过了河 这条河是实实在在的 这是否就意味着 这大山里的古城 是确有其事的 我只是知道啊 省城这一片有许多的古城 长江汉水交汇之处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代的荆州古城 宋元时期的襄阳古城 甚至是整个大武汉 都有多处古城遗址 这大山里有古城遗迹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么一想 我就有些乱了 龙哥一手搭梁棚 朝山下看去 古城城墙 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城头上还挂着红灯 我见城头上有块老匾 匾上似乎还写着古体字 我费尽目里 却怎么都看不清楚 我们居高望远 古城的一切尽收眼底 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 也更加的逼真 小贩沿街叫卖的声音 特别真实 听得我心里冷嗖嗖的 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手上生疼生疼的 疼痛感告诉我 我真不是在做梦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 我真是在做梦 也不有对 手上生疼生疼的 雨 大公主